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陈主棋 今晚头条新闻 当然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气象局在稍早5点半的时候 已经发布了 苏拉台风的路上台风警报 所以现在是海陆警齐发的状态了 台风的中心位置 距离台湾390公里左右 预计往巴士海峡的方向前进 它的暴风圈不排除 明天会碰触到台湾陆地 所以整个花莲台东跟屏东 都是警戒范围 降雨状况的话 明后天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花莲台东跟屏东 都是降雨极大的区域 大家要小心防范 另外气象专家也提醒 现在太平洋上的天气扰动非常的多 将来一个星期 一个台风的状况 是非常有可能 防台措施提前部署 八月中暴雨 台北市大家国小淹大水 惨痛经验 监视器画面 大水涌进时 根本来不及反应 面对这次苏拉台风 海陆警齐发后 可能带来的风雨 更不能松懈 至于路上警报的区域 则是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县 我们预估台风的暴风圈 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 就会接触到我们东南方的近海 影响最大的时间是礼拜三的 晚上到礼拜四的整天的时间 那当然它的中心 等于是边边插过 苏拉步步进逼 双台效应密切注意 但是中间那个一个台湾 有中央沙漫的影响 所以目前我们来看的话 这种所谓的藤原效应的机会 应该没有那么很高 专家提醒 未来近期太平洋海面上 都会相当热闹 因为今年是一个升阴年 现在平洋的阳面上 大概有六个系统 热带性热带扰动 正在发展当中 所以未来呢 一个礼拜有一个到两个台风 同时生成 那这个这个都是扰动 那扰动 那当然这个不是每个扰动 都会变成 正值台风忘记 政府相关宣导 甚至预防性彻底 一定要遵守 避免可能遗憾 代表消息节 于国伟 李建宽 台北报导 明天风雨逐渐增强 也正是开学的日子 很多家长都在问 会不会一开学 就要放台风架了 现在果真在高雄 桃园地区 已经宣布 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态 其他地区都还是正常的上班上课 有最新消息 我们随时为您插播报道 那么这一次呢 南高平地区 尤其在屏东 恒春半岛 首当其冲 所以呢 大家都在担心公共设施 尤其在八月份 它已经断了N次的 民霸克路桥 现在两岸居民都高度警戒 今天高雄地区 屏东地区 都下起了间歇性的风雨 所以有些山地部落的居民 已经提早预防性撤离 东部沿海吹起长阵风 台东三仙台 加入兰油气区 陆续拉起封锁线 海巡队加强巡逻 村里长不停宣导 国军官兵紧急动员 将焦州抽水机等救灾装备 测试运作情况 高雄桃园区也盘点物资 撤离居民 市区下起豪雨 高雄慈激灾害应变服务中心 及时成立 强台逼近 刺激启动社区关怀网 备妥物资 随时待命提供防灾支援 大新闻吴亦轩林道明 综合报道 全国孝行奖颁奖典礼 今天在金门举行 今年一共有30位得奖者 我们要带您认识其中这一位 今年34岁的吴赞轩 他本来在大陆工作 但是妈妈陆续罹患了 忧郁症和中风 他二话不说辞掉了工作 回到台湾 担任一个24小时全职的照顾者 从妈妈的日常生活起居 到固定陪他就医附件 每一次陪伴妈妈的时候 你得回看吴赞轩的眼神 看着母亲就像是看着一个宝贝孩子一样 那样的贴心照顾 因为刚好现在没有太阳 可以带你这样走 现在没有下雨了 有看到吗 有看到笑一个 笑一下 我被热 我被热我给你热 17年到19年 精神上面有点不好 就是有点 类似忧郁症 然后后来我就是变成说我工作上面 我就经常回来陪他 因为我那时候工作主要是在上海 陪他讲讲话 陪他一起睡觉 吃饭 然后他就好很多 谁知造化弄人 病魔的爪子 在疫情爆发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伸了近来 到19年的时候 后来我就一样回去 他可能失念 还有他原本就有高血压 所以就后来就变成这样子 也刚好遇到了整个疫情 疫情年整个结束 所以我曾经有一度就是在医院 有超过半年以上都没有出过医院 他现在59 逐岁 那我现在34 好 想喝奶喔 喝牛奶 你会看镜头吗 笑一下 镜头笑一下 笑一下 让我笑我看 嘴巴闭起来来 边聊手上喂食妈妈的动作没停 近四年下来早已自然纯熟 最早认识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是跑各家医院 游走各医院 我那时候去很多医院 然后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个 风龙医院 被封愿了 谈笑间的回忆 身旁的贵人陪伴度过封愿的日子 然后那个时候阿姨就帮我宅配一箱物资 真的是差很多 哇 善造 那个很厉害耶 差很多 那时候我这样一个月以上都还不错 这么多次 这一次是笑得最自然的 真的吗 再笑一次 哎呦 尖针灯 他精神就蛮好啊 人这样子觉着 会让我配不大 那很多年轻人觉得就是我要工作 那我赚到钱再回来 但是很多时空上的教授 我都做不到 就是我现在接的案子 就是一些文化的案子 一个月大概就三四万吧 这样子 因为台要扣掉房租啊 有的没的这样子 我觉得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对啊 我妈比她习惯在自己 真的好吗 对 因为她眼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造福员 居福员都很辛苦 护理师 努力做到无为不至 辞去全职工作 全心全意的照护 无缘由 在新北三峡 则有这样的母女三人相依为命 可是三个人都患有智能障碍 和思觉失调 家里堆满了回收物 此际帮忙整理 也知道这位老妈妈喜欢捡回收 将来要带着她到环保站 让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她 三合院的潜亭堆满了杂物 有的是可以回收的 但更多的是费其物 东西只进不出 已经堆到满出来了 影响到邻居进出 里长只好求助以此际 这些都是黄妈妈四处收来 准备卖掉贴不家用的 无奈她和两个女儿都因身体状况不佳 无法及时做好分类 卖给回收伤 才会给邻居带来困扰 我们看到压在最下面的 可能是堆太久 东西可能都烂掉 或是什么样状况都不是很好 因为不一定厂商能够回收的东西 那就是想让我们想到说 平常我们在生活中 有些坏习惯都在旁边 都没有去改变她 那久了之后 你这样去面对她 就会更难 更费力 志工是征得母女的同意后 才进行的清运 清出来的可回收物品 卖掉所得也交还黄妈妈 少了回收物堆积的环境 住闯了很多 母女脸上也终于有了笑 大概一件 大概一件 怎样的发开眼线 就很高兴的 帮家族去帮我帮忙 母女主女生 家里的生命 志工因为打扫 跟黄家母女结了缘 之后也将陪伴黄妈妈 到环保站做回收 让她把爱地球的信念延续下去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张林金 李嘉宴张南村 吴万志台北报道 明天就是中元节了 许多家庭都习惯要普渡 更有很多人说 普渡的时候如果没有祭拜三生 就会不安心 到底宗教界 文化界如何看待普渡 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 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 绿一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并如我坦诚相见 我坦诚相见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迷食 因为海滨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勇敢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集气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 真的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降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架救援直升机 原本要去执行任务 却不明原因的几乎在起飞之后 就垂直下坠 结果撞到了地面上一间民宅 造成至少有两个人死亡 四个人受伤 透过画面我们带您看到 这个是民众所拍下来的 这架直升机不明原因空中打转 然后笔直地往下坠落 屋顶砖出了一个大洞 因为它就直直地撞上了民宅 然后起火冒烟 这一起事故总共造成机上有一位消防队长罹难 地面上也有一位女性不幸丧生 印尼的雅加达现在依旧是首都 是一个空污很严重的城市 延宕多年之后 印尼第一条轻轨捷运终于是通车了 这一条捷运长40公里 每一小时的时速最快可以达到80公里 每一天可以载运120万人次 第一批的乘客包含了印尼总统做客委 我们永远入是10大城市 在世界中的城市 每一天都在196万人 每一天都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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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是全球最幸运的城市 因为摩托车跟汽车实在太多了 现在轻轨系统启用 就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大众交通运输 少一点开车 少一点污染 好 刚才的这个印尼的列车 它是无人驾驶 不过说起无人车 不知道您敢不敢做呢 这已经是世界趋势了 包含台湾在内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研发无人车 而全世界有两个城市 率先让无人车正式上路运转 分别是中国大陆的北京 跟美国的旧金山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旧金山 它很特别 无人车在这里上路 有它指标性的意义 因为第一个 旧金山的路真的很不好开 它的坡道很多 转弯处也很多 加上人口稠密 路上行人多 还有旧金山是一个 动不动就起雾的城市 无人车如果在这里能够驾驶顺利 那么在其他城市也就容易多了 只可惜这个无人车 两个品牌都一样 上路一个月以来 交通事故频传 有的是认不得消防车 不懂得要让路 也有的是无人车 在路中间就故障了 等了十几分钟 才等到人来处理 汽车内方向盘自动旋转 无论该走 该停都一清二楚 不用怕 这不是超自然现象 而是美国旧金山无人车 正式上路 美国旧金山湾区 当局日前批准两家 无人驾驶计程车 引运许可 无人车标榜安全性家 具有高度隐私和个人空间 加上可全天24小时服务 成为民众在旧金山街头 移动的最新趋势 小心驾驶 还会礼让路人 甚至被用户调侃 太过谨慎 速度太慢 看似安全的乘车体验 仍传来事故频频 一旦网路异常就会罢工 导致交通堵塞 甚至碰撞事故 其中一家无人车公司 因此被要求将上路车辆减半 加上无需真人驾驶 遇到要搬行李等突发情况 对乘客比较不便 对计程车和轿车平台 更是抢饭碗的一大威胁 旧金山当局规定 目前无人车服务范围 仅限于旧金山全市 暂时还不能开上高速公路 许多乘客回馈 未来搭车仍会以价格 和时间考量 无人车想要扩大发展 取代现有交通 可能还有一大段路 待新闻王家正编译 而接下来这个则是 人车都要禁止进路了 现在是墾丁路线的产卵计 打造了专属浪岛 警示灯亮 10分钟禁止通行 我开始停10分钟 然后接下来会走10分钟 胶管铺出蟹宝宝诞生路 一旁志工手电筒网子准备好 待夜幕降临 寻找蟹妈妈 从山坡下来的母蟹 得经过水沟 民宅 再横跃马路 这些地方就是藏身处 智工一一找出记录 并带往马路另一边 大海在眼前 蟹妈妈大富翩翩 终于能下海 每年农历6到8月 是陆蟹繁殖高峰 交管实施13年 推动保育观念 但封路时间外 室幼陆蟹仍面临陆杀危机 啃管处多年来 努力找解方 母蟹天生有往海边走的 导航系统 一旦迷航会错失良机 研究陆蟹30年的教授 刘鸿昌 分享澳洲圣诞岛的做法 因为圣诞岛他们已经盖了一些 地下道 天桥 这些让陆蟹走 可是我们就发现说 螃蟹基本上就是沿着那个围里 就一直走走走 走到维利尽头之后再上马路 就变成说以目前来讲 这世界上还没有真正 很成功的这个陆蟹 廊道的一个范例可以去遵循 加上墾丁记录过的陆蟹 多达65种 近年却因外来种 黄蜂已入侵 气候变迁 数量锐减 需积极应对 两种廊道的建议 一种就是说我们把整个路面提高 抬高了 底下都是空的 可是因为那个成本相对来讲比较高 所以那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那我们就是做个寒洞 然后这寒洞口 让我们透过就是 就是阻隔间引导的围里的一个设计 就是让暴蟹可以被引导到寒洞口 陆蟹繁殖旗 进入恒春半岛请减速 谢妈妈会谢谢你 大爱新闻 陈一臻 郑瑞萍 屏东报道 历史今天看2013年 康瑞台风在台湾酿成重载 2021年8月29号 澳洲植树 你先挖泥土 博斯赫里森岛 此际受邀登岛 栽种7000株树苗 就是要 保护的围里的树 在新奈威尔斯州 波若瓦 则因畜牧业过度开发 导致土壤炎化 寸草不深 志工连年前往植树 在澳洲 志工不畏陆成 各地植树 期望绿应成林守护大地 2013年8月29号 康瑞台风重创救助 台风掠过 却狭带超大豪雨量灾 云家部分低洼地区 水焰一楼高 云州逃往二楼带圆 志工乘坐小艇 请送热食 入夜后多处积水未退 民众扫水 抢救物品疲惫不堪 志工冒于关怀 安置中心了解需求 独居长者家中清爽 许多长辈没来得及拿药被送往营区安治所 大林词院医护团队出动 云林西镇村地处偏远 老若妇如居多 受灾严重 复原废时 志工逐户关心 我们今天是带着慰问津上年的祝福 给你带驾 让人可以有一点安定的心 这个风胎来祝福 你收起来来 祝你平安 2010年8月29号 慈大联合进阶模拟手术 手术台上专注神情 他们都是来自各地区 经验丰富的专科医师 在慈大的协助下 透过大体老师 熟悉各式器械 让医术更精进 我来努力学习这样 慈济大学这个一个 真的很好的创举 在全省可以说是唯一的创举 大部分的医学会 在做大体模拟手术的时候 通常是示范限制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 大体模拟手术 是完全由学员亲自动手 此大特有的模拟手术课程 提供医学学会医师研究 同时邀请全台 多位顶尖医师经验交流 危机抢救的时候 我说紧急开胸术是 适当而且唯一的救活机会 经过这样的教学的推广 我们顺便可以救到一部分的病人 转型外科 耳鼻喉科医师 及亚洲泌尿科学会 首次八个国家地区医师 进阶课程 在模拟手术中 学习精准治疗 减轻患者病痛 我们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要带您到泰国看看 木医师 我是苦花鱼 我需要干净的水源 喜欢在鸡流岸石处蹦跳 人们用心富裕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清净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乡 那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深深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跟它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不好意思 倒掉 回家晚餐 有鱼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 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善缘 后路宽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一起关心天气 尤其是台风动态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明君 气象看待 陪你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李明君 首先关心台风动态 气象局下午5点半 发布了苏拉的陆上台风警报 紧接的范围是屏东和恒春半岛 它目前是中度台风的上限 最强的中度台风 气急风暴风半径 扩大到了180公里 苏拉目前在俄安比东南方 39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进行 暴风圈预计明天中午前后 就会碰触南部的陆地 从雷达回扑图看到 已经有外围云系 不断地移进来 加上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气象局针对高雄和屏东 发布了豪雨特报 屏东市累计雨量超过了110毫米 部分地区淹水 而明天东半部恒春半岛 整天都会有震雨 南部 北部 马祖 也会有短暂震雨 至于中部 午后也会有震雨 后天周四台风移动到 西南部的海面 各地都可能会有震雨 周三 周四台风影响最明显 东半部 南部都要注意 尤其是台东花莲和南部山区 更要严防豪雨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强风 蓝雨绿岛还有恒春半岛 首当其冲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风 东南部 新竹以北 还有澎湖金门 马祖 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而今天上半天 西太平洋有三个台风 丹瑞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温带气旋 至于海葵台风在俄兰比东方 1800公里的海面上 向西北转西北西前进 它和苏拉台风的距离超过了1400公里 暂时不会有藤原效应 不会彼此的拉扯 目前预测 海葵在9月1号这一天 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 也最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 声音发动面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气象局已经在傍晚5点半 发布了中度台风苏拉的陆上警报 屏东和恒春畔岛在紧接的范围 而周三的中午前后 暴风圈就可能碰出陆地 南部和东南部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另外台风的风是逆时针 因此西部地区属于被风测 明天可能出现焚风 桃园到高雄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 而目前是年度大潮 沿海低洼地区要沿防淹水 海边会有长浪 最好不要接近海边 及时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您到过泰国吗 她又被称为微笑国度 一直是亚洲的观光大国 所以在泰国境内 就有超过12%的人口 是靠着观光相关产业为生的 超过400多万人 可是疫情期间 他们生活就辛苦了 在疫情之前 每一年都有接近4000万的观光客 入境泰国 可是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只剩下不到50万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泰国境内 靠着开计程车 再游客为生的计程车司机 所以在疫情期间 此季就特别针对计程车司机 进行防疫补助 超过13000多个家庭 领到了生活补助金 还有物资包 另外志工也特别聘请他们担任防疫 计程车司机 专门为隔离者送药或者送生活物资 让他们增加一点收入 而最近这个关怀更延伸到了 计程车司机的下一代 因为志工发现了很多司机经济困顿 就会要求自己的子女先辍学 于是志工展开家法 针对这项的孩子给予补助金 孩子们听到不用辍学 可以继续读书 每一个人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包办所有的家务事 并且和颜悦色地照顾母亲 这是披拉湾在勤奋向学外的生活日常 乖巧懂事的她 很能体会父母的辛劳 母亲因病无法劳动 家里只靠父亲开计程车 挣钱养家 疫情期间这份仅有的收入几乎为零 后来因此记着纾困才勉强撑过 披拉湾也从去年开始 接受刺激助学 延续疫情期间 对困难家庭的帮助 刺激泰国分会 最近为14位国小到大学的 清寒学子提供助学金 查纳干独自抚养儿子 这份资助对她宛如吉时语 孩子们领到助学金的同时 也带回他们存满了竹筒 期待这样子的善循环 能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 大爱新闻 桑瑞莲 斯赫拉 泰国报道 让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 都能充满爱 在花莲的偏乡 则有这群孩子 他们在学习 无人机的使用技巧 无人机顺利穿越目标 第一次操作 小朋友兴奋又紧张 工研院工艺儿童科技营 将创新科技转化成 浅显易懂的教材 带领花莲偏乡的孩子 探索无人机 是希望能够启发 小朋友对于科技的好奇心 然后让他们有梦想 未来希望可以运用在 他们的未来的工作或生活中 可以爱台湾 或者爱这个社会 能够贡献他们的力量 乐趣启发孩子们的潜能 每个人都有满满收获 我觉得可以自己操控无人机 其实很开心 可以训练你的手指头 然后他的灵巧度 觉得今天有没有让你 印象最深刻的 那个 卡在那边 卡在那边 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的飞行 都开启了不一样的学习方向 我们提早了让这些孩子 有机会来学习无人机的教育 那这是在花莲市第一次办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要把这样与时俱进的这种教学 应用在广泛的人群中 好 起飞 科技总是在心中发了牙 事业跟着无人机一起升空 越飞越高 大海新闻 从红旗中江坡花莲报道 每天就是中元节了 传统习俗当中 我们要做中元普渡 许多家庭也习惯大鱼大肉 要祭拜三生 总觉得越丰富 越能求得一个心安 但是您有想过吗 普渡的时候都说 我们要放生才有功德 其实只要不杀生 不吃肉 那就是一种互生跟放生 自然也就有了功德和心安 来看看这一座报道 台北市北投区的大峰公园 前身是屠宅场 因此在现场遗留一块处魂碑 这是日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产物 目的就是要追逝 还有安抚逝去的动物林 万处舍身养人 全台有资料的寿魂碑超过20座 几乎都在屠宅场 农业部统计显示 2022年全台宰杀的家畜类 超过了793万只 家禽逼近4亿只 其中猪汁是最普遍的肉类食品 去年屠宰数784万只 以一头成猪伸长约150公分计算 屠宰猪汁排队下来 可绕台湾98圈以上 动物是有生命有灵性 礼杯之外 每年中元节前后 各地方政府或农会 都会举办超度法会 人们吃畜生肉或许吃多了杀多了开始担心他们会阴魂不散 换个角度想 每种仪式是否来自于人类的害怕呢 株枝屠杀前的爱好声听起来格外凄厉 之后还得被吊挂运到市场贩售 变成某些人们的食物 甚至是供桌上的祭品 我们就是以形象来讲 一个人如果垫倒的时候 悬挂着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中元普渡 既然是要普渡众生远离痛苦的迫害 那就不应该用大雨大落的方式 更多杀生的方式 迫害生命的方式来造成无辜性命的牺牲 中元普渡 央世间人们用心准备供品 对民届众生充分展现人情味 因此可别让好兄弟承担杀生罪过 我们只要有诚心 我们鲜花 树果 树灾 也是一种诚意 所以能够以不杀生是最好的 不去擦它 或者不去吃它 这个另外一个意义也等于就是一种护生 不要买卖 也不要杀害 那也不要去使用它们等等之类 那自然会达到一个护生的概念 这可能是比较幸福和现代的护生 有心就可以带来改变 传统习俗背后有着慈悲和善良的美意 别再用杀生来祭祀 否则人没有增福反而徒增杀业 大爱新闻林国新与国伟张岳佳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燕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